好 大家好 我是马俊老师 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软考项目管理的课程 本节课我们讲的是计算题1的一些内容 那么关于我们的计算题1 我们会讲几种非常简单的计算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做一个学习 计算题对我们这个考试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一块 我们的决策数和我们的期望价值 期望货币价值这一块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额蒙威这一块 是我们的风险管理 这里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我们以前呢 在我们讲课本的时候 我们是讲过的 对不对 再来看几个题目 通过这么几个题目 来做一些升华和一些补充 他说 第一题 项目经理向客户 推荐了四种供应商选择方案 每个方案 水益值 已标在下面的决策数上 根据预期收益值 应该选择 设备供应商几 好 那么你看到啊 这里呢 我们是 选择 设备供应商 我们有 四个供应商 1234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对于供应商一 我们有两种情况 我们 及时到货 我们的收益 是10万块钱 我们的概率是60% 我们延误 我们延误的话呢 我们的损失啊 是3万块钱 概率是40% 那么同样的 对于我们的供应商 二 这里是 5万 90%的概率 这里是 1万 这里是 所以是损失1万 是10%的概率 这里呢 是1万 是99% 这里是损失1000 是1% 好 这里是这么多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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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 通过这个题目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需要根据什么来选择呢 应该是根据我们的呀 这一个呢 我们能 这个呀 利运 这个呢 最后的总能利运 来选择 好 那么 对于我们的供应商一 我们的存利运有多少呢 我们及时到货 我们的收益是10万 我们的概率是60% 那么因此啊 就应该是我们的 这个 10万 乘以 60% 好 注意 我们都是加上啊 都是我们的加上 加上我们这里呢 延误的话 我们损失是3万 我们的概率是40% 好 就应该是什么呀 加上 负的3万 负的3万 乘以40% 好 那么我们一算 等于多少呢 这里是我们的6万 我们要减去 1.2万 等于 4.8万 好 好 那么我们呢 这个供应商一 我们最后的利运 就是4.8万 好 那么我们 同理呀 同理呢 就应该是 这个5万 乘以90% 加上 负的1000 负的1万 乘以10 等于多少 把它求出来 然后 对于我们的供应商3呢 应该是1万 乘以99% 加上 负的1000 乘以1 是多少呢 把它求出来 对于供应商4呢 应该是2万 乘以80% 加上 负的1万 乘以20% 那多少呢 把它算出来 好吗 好 那么全部的算出来之后 因为求的 是我们的一个 利润 那么当然应该是什么呀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那么最后呢 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选择 供应商1 供应商1 好不好 这个结果 这个是这个呀 我们可以去算一下 我就不一个一个算了 好吗 这个题目 就是这样来做的 好 然后来看到第二题 他说 决策数分析法 通常用决策数图表 进行分析 根据下表的决策数分析法计算 图中 机会节点的 预期收益 一额某微 分别是90 和多少呢 就是我们要求啊 我们的这里啊 这里 这个90呢 这个题目给了 要求这里 这里啊 好 来 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的 教材的题目 是很相似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呀 有两个方案 我们选择 要么是开发 要么是升级 那么假设我们是开发的话 我们的成本是100呀 这个-100 表示成本 那么 我们假设是升级的话呢 我们这个成本呢 是40 好 那么假设我们是开发 我们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顺利 一个是不顺利 我们的概率 分别为75%和25% 我们下面 我们的升级呢 我们也是有两种情况 顺利和不顺利 概率也分别是75%和25% 好 那么假设 来看我们开发 开发 开发的话呢 顺利的话 我们的收入 注意 这是我们的收入 是我们的300 那么 我们如果说不顺利的话 我们的收入 是60 那么下面的收入 是150 下面的收入 是我们的 这个70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这么多数据 我们题目肯定会 都告诉我们 好吗 那么别的数据 这个什么200呀 这个什么-40 这个什么110 90 30 像这 我们题目就是 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好吗 好 那么现在呢 要我们求啊 这一个地方 就是要我们求呢 开发的 这个利润的 1MV里面多少啊 好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风险管理里面讲的 那个题目 对不对 那个例题 好 那么我们这里是收入 是300 减去成本是100 因此 存利润是200 然后我们这里是60 减去100 我们应该是亏 40 那么我们的概率分别是75%和25% 那么因此怎么求呢 应该是200 乘以 75% 注意我们都是加上啊 都是加上 加上 负的40 乘以 25% 等于多少呢 这是150 减去10 应该等于140 好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 一个MV 应该就是140 当然就应该是我们的C 是C 好 那么下面这个分支啊 虽然我们题目 我们的题目呢 告诉了我们是90啊 那么这个90 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看 好 我们这里是150 减去我们成本40 我们的利润是110 我们这里是70 减去我们的40 利润是30 因此 下面这个分支 我们的利润的期望值 等于多少呢 应该是 110 乘以75 注意都是加上 都是正的30 乘以25 我们一算 就可以等于90 好 那么我们 求的是利润 我们应该是越大越好 上面是140 下面是90 选择开发 因此开发这个地方 就是正确的选项 而这个地方 是floss 是错误的选项 好 这个题目啊 就这么简单 和我们的 教材的那个例题 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行了呀 应该会了 好然后再看第三题 他说 某项目承包者 设计 该项目有0.5的概率 获利 20万美元 0.3的概率 亏损5万美元 还有0.2的概率 维持平衡 该项目的期望值 这个货币的价值是多少 那么呀 可以说很简单 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 20万 20万 乘以 0.5 0.5 注意 都是加上 都是加上 我们的 负5万 负5万 乘以 0.3 加上 0 乘以0.2 加上 0 乘以0.2 好 0 乘以0.2 那么我们 等于多少呢 前面应该是 10万 10万 减去 1万5千 1万5千 我们等于 8万5千 8万5千 答案就是我们的 B选项能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好吗 这个题目应该都会了 是不是 必须会的呀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第四题 他说 下图 是一个选择出行路线的决策速途 统计 路线1 和路线2 堵车 和不堵车的用时 和其发生的概率 计算出路线1 和路线2的加权平均用时 按照计算结果选择出行路线 以下结论中 正确的是什么 好 那么 这个题目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呀 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路线1 一条是路线2 那么 对于我们路线1 我们有两种情况 不堵车 和堵车 我们路线2 也是不堵车 和堵车 那么假设 我们路线1 来看 看路线1 看路线1 路线1 我们不堵车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花35分钟 概率是90% 我们堵车的时候呢 就需要花90分钟 概率是10% 那么对于路线2呢 我们不堵车 我们需要花20分钟 概率是30% 我们堵车呢 是60分钟 概率是70% 那么现在 我们应该选择 哪一条路线 来出门呢 对不对 来出行呢 好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算一下呗 对于我们的路线1 路线1 我们的时间 可能等于多少呢 就是 我们35分钟 乘以90 35乘以90 加上下面这个情况 90乘以10% 10 好 我们一算呢 等于多少啊 一算等于多少呢 5945 3927 3927 应该是 31.5 是不是 45 那是31.5 加上这个9啊 加上9 应该等于40.5分钟 注意啊 上面这个分支 应该是40.5分钟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分支啊 应该是什么呢 20 乘以30 加上60 乘以70 好 20乘以30 等于6分钟 然后加上 60乘以70 等于42分钟 我们一算 等于48分钟 我们上面是花 40.5分钟 下面是发48分钟 请注意 现在我们在求什么呀 求我们的时间 是时间 那么时间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呢 我们去出门的时间 我们的浪费的时间 当然是越小越好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 讲第四题的原因呢 我们前面讲第1题 第2题 都是越大越好 求的是利运 那这里呢 求的是时间 是时间 这就是我讲这个题目的 根本所在 好吗 好 那么因此啊 我们应该是什么呀 选择 路线1呀 好 看我们的选项 好 路线1的加权平均用时 是40.5 路线2的是48 因此选择路线1 好像就是对的 答案就是g的 答案就是g 是不是 好 现在呀 注意 我们 首先你需要用一额猛威 去算一下 那么其次 你还需要判断这个题目 到底是需要你求什么 如果求的 是我们的收益 利运 这一块的 就是越大越好 是不是 如果需要你求我们的支出 求我们的时间成本 这一块的 应该是越小越好 对不对 好 这个题目 这一块 可以说 都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一块 讲这么多 就行了 好不好 如果你还不会的话呢 请把我们讲的内容 再去反复的多看几遍 好 OK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到第2块 关于我们的 加权系统 我们的 采购管理 这一块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应该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实施采购 实施采购这一块的工具 前面讲的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定量的 风险分析 定量的风险分析 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 实施采购这个过程的内容 好 看看 它说 在对某项目 采购供应商的 评价中 评价向有 技术能力 管理水平 企业 等等 假定满分为10分 技术能力权重为20% 三个评定人的 技术能力打分分别为7分 8分 9分 那么该供应商的 技术能力的 单向综合分为多少分 好 来这样子 我们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讲另外一个 一个内容吧 讲啊 另外一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就是我们 这个 我们呢 我们很多时候啊 我们去 很多什么 什么 这个招录啊 我们很多时候 招聘 招聘的时候啊 招聘的时候呢 我们复为什么呀 鄙视成绩 和我们的面试成绩 是不是 鄙视成绩和面试成绩 是不是 那么我们呢 鄙视成绩啊 和面试成绩 我们的满分啊 都是100分 满分都是100分 那么假设我们鄙视 占60%的权重 面试呢 占40%的权重 假设好吗 OK 那么现在呀 我们有一位考生 他的鄙视成绩呢 打了80分 他的面试成绩呢 打了我们的90分 那么请问 他最后的综合得分 多少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 鄙视的 60% 乘以80 加上面试的 40% 乘以90 好吗 就是68 48 加上我们下面的 49 36 因此在最后啊 可以得分84分 那么像这 就是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 一个 加权系统的 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 好吗 那么对 对于这里啊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采购里面的 我们说过 我们考过了 我们这个证书 我们是可以去做我们的 评审专家去的 评审专家 评标专家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给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在打分 打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呢 这个题目可以说 比较简单 他说我们呢 有三个专家呀 三个专家呢 对我们某一个公司的 技术能力打分 分别为 7分 8分 9分 好 我们首先 就需要对这么三个专家的分值 做个平均值 3分之7 加8 加上9 好 然后他占 多少权重呢 他只占 20%的权重 20%的权重 因此 等于几分呢 就是这里是8分 一球平均是8分 8乘以20 等于1.6分 当然就应该是我们的 D了呀 D了 好吗 好 这个题目 好 这个题目呢 可以说呀 过于的 容易了呀 过于的容易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呢 就稍微的难一些 来看这个题目 出的好一些 他说呀 评估和选择 最佳系统方案设计时 假认为 可以采用点值评估方法 即根据每一个价值因素的重要性 综合打分 再选择最佳的方案 以根据假的提议 对系统A和系统B 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那么以认为 好 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呀 你可以相当于 听好了 也是 你可以呀 相当于认为 这里是公式A 这里是公式B 我们需要从 硬件 软件 我们支持 三个方面 来做一个考察 我们硬件 占40% 软件 占40% 支持 这一方面 占20% 这分别是我们的权重 那么对于我们的 这个A 它的得分分别是90分 80分和80分 那么因此 我们A 最终的得分 多少分呢 A的 最终的得分 多少分呢 就是 硬件的40% 乘以90分 加上 软件的40% 乘以80分 加上 我们 共产的支持的 20% 乘以80分 好吗 这样一加 等于多少呢 4936 加上 4832 加上 这个16 我们一算 这是68 一算 等于84分 因此我们的A 得分是84分 那么你们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请算一下我们的 这个系统B 这个B呀 它可以得分 多少分呢 应该是 这一块的权重40% 乘以80 这是32分 然后这一块的权重40% 乘以85 等于 34分吧 34是不是 34分 好 这个20% 乘以90 等于18分 18分 好 那么这样一算呢 也等于84分 好 那么假设呀 注意 好 这个地方是84 84 好 假设 它是85 所以 假设是85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选什么呢 因为是得分 打分 打分 是不是 得分 就希望是越多越好 应该是选择我们的B 是不是 好 但是 这个题目我们一算了 两个都是84分 那么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那么A呀 最佳方案是A 就肯定错了 B 方案是B 这也错了 两个一样的分值 都错呀 C 条件不足 不能得出结论 D 只能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做出判断 好 这个题目到底是C 还是D呢 当然 我们应该 D是错的 为什么呢 凭什么只可以是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呢 凭什么呀 我们这个题目 说与成本效益有一毛钱关系吗 没有好吗 没有吧 我还说 我要看谁的关系和我好呢 那不行吗 反正两个东西 分值是一样的 那我肯定是 关系好的就中标 选择关系好的 或者说 看谁给我的回扣多一些 你就选择哪一个 凭什么是D 这个D 说法太 太 太 武断了 太肯定了 一般是错的 是不是 答案什么呢 是C 条件不足 不能得出结论 当然 我相信你们呢 在考试的时候 你们是 不敢去选择C的呀 你们不敢选择C是不是 条件不足 是不是 但是没办法 这个题目当然就是C 就是C 好不好 好 这一块呢 考的并不是很多 我们稍微这样讲一下 这么两个题目会一下 就行了吧 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 第三块呀 关于我们的自制 和外购的分析 那么 自制和外购的分析 它也是属于我们 采购的一个工具 它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规划 采购的工具 是不是 规划采购的呀 请注意 自制和外购分析 是我们的工具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输出啊 应该是 自制和外购的决策 决策是一个输出 是不是啊 注意啊 分析是工具 决策是输出啊 好 对于这个题目呢 我们也是考的 很少的 我们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行了呀 也很简单 好吗 好 它说呀 某项目实施 需要夹产品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呢 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是12元 必须另外购买一台专用设备 该设备价格为4000元 如果说采购的话呢 这一件需要17元 现在该项目需要此产品800件 如果你是项目经理 你会采用什么方式来获得 好 那么关于我们自制和外购的分析 可以说很简单 你 就是去判断 什么方式 我们的钱 便宜一些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我们呢 自己做呀 自己做 我们需要多少钱呢 他说呀 我们呢 啊 可变成本是12元 然后呢还需要买一个设备是4000元 然后需要800件 那么因此啊 我们自己做多少钱呢 我们首先需要买一个设备 是4000元 然后每一件的成本是12元 我们需要乘以800件 等于这么多钱 是不是 好 那么假设我们去买的话呀 我们去外购的话 我们去买的话 多少钱呢 他说 如果说外购 这一件产品需要17元 好 那么因此啊 就等于17 乘以我们的800呀 好 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干嘛呢 把这两个结果呀 把它算出来呀 把这两个结果算出来就可以了 比较大小就行了呀 比较大小 好吗 看谁 什么 选什么 那你们告诉 选 大的 还是选小的 现在在求什么呀 就是成本 就是成本 因此选什么好呢 当然是选小的好啊 对不对 好 那么假设呀 注意假设 我是假设呀 假设我们自己做便宜 成本小一些 就选择自制 假设外购呢 钱小一些 选择外购 这么简单 好 那么对于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你一算呢 你会发现两个呀 是相等的 好吗 注意 那么你一算 你会发现两个相等的呀 相等的怎么办呢 因此 A不能选的 B也不能选的 这个D呢 人家不会嘛 这也不能选的 选什么呢 当然是谁呀 是均壳 是均壳呀 既然两个一样 都行呗 是不是 就这么粗暴 这么简单 好 这个时候啊 有人和我抬杠 他说 马老师 这两个成本是一样的话 那我还是应该选择我们制作 自己 自己制作 为什么呢 他说呀 我们可以剩余呀 那台设备呀 那台设备 是不是 好似乎呢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但是我只想说呢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里啊 就是单纯的 计算体呀 你不要想多了好吗 如果你要和我抬杠的话呀 那我还说 你这个设备 你需不需要地方存放啊 现在房价这么高 还专门给你买个地方 买个仓库去放设备 不要钱吗 不要钱的吗 如果设备很贵重 还要请人给你看守设备 不要工资的吗 最后需要报费的话 还脱去 还要 还要人工会脱去的 运费运去的 还要不要费用的吗 不要和我扯远了好吗 我们只是单纯的计算 这个钱 谁大 谁小 好吗 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行 关于自治和外国的分析 我们就讲这么多吧 可以说 比较简单 当然 也考的很少 好行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啊 第4块呀 关于我们的 沟通的渠道 这一个呢 考的稍微的多一些 当然 也呢很简单 一个公式死记住就行了呀 好 第1题 他说 对于某项目 其项目该行为N 为N人 N等于5 则该项目的沟通渠道为多少 好 那么关于 后面这一问呢 后面这一问呢 我们可以不管他 不管他 好吗 好 来 我们就死记住啊 一个公式啊 一个公式 叫做二分之一的N 乘以N-1 就可以了 好吗 你把这个公式啊 给我死记住啊 沟通渠道 等于 二分之一的N乘以N-1 这个N 就是我们的人数就行 那么因此 这个题目等于几呢 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 5 乘以 5-1 等于几呢 这里是 2 这里就是等于 10条 当然就是10条了呀 就是10条了 当然就是g 好 那么对于我们第二问呢 这个地方呢 我给你们说一下 你会就会 你不会就不要会了 一般不考了呀 从来 后来从来没考过 就只考了这么一次 后来从来没考过呀 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个公式的变形呢 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 N的平方 减去N 因此 数量级就是N的平方 反正就是d 好吗 N的平方啊 就是这么一个 死的 结论 死的结论 N的平方 是数量级就可以了 好不好 当然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不会的 你只需要回第一问就行了呀 好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 再来看第二题 某项目 潜在的 公共渠道 为153 则 项目的干系数量 是多少条 好 这个题目呢 有很多人呢 他说 马老师 我不会算 我说 你怎么不会算呢 他说 你看 我是这样算的 我根据你讲的呀 我们呢 就是 二分之一的 N 乘以 N-1 等于 153条 那么 因此呢 就是啊 什么呀 就是N的平方 减去N 等于 306条 就是呢 N的平方 减去N 减去306 等于0 然后呢 对于这个呀 一元二十方乘 我不会解了 我不会解了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地方呢 好像似乎呢 是需要初中水平的数学呢 是不是啊 什么交叉法 是不是啊 这里呀 好像确实是需要 初中水平的数学呢呀 确实是超过了我们的 要求 我们这个考试啊 我们只需要小学水平 就行了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考试啊 我们这个考试 对于我们的呀 是不是啊 对于我们的呀 数学这一块 我们真的只需要 小学水平就行 好吗 你看是不是啊 基本的 加减乘除 应该小学 就会学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呢 确实好像是需要 我们的 数中水平的呀 你不会算 OK 我可以理解 好 但是我想啊 这作为一个选择题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 哥们 我们换个思路行不行啊 我们换什么思路呢 来 1的N乘以 N减1 来 给我把16啊 带进来算一下 就是 1的16 乘以15啊 这是8 乘以15 等于120 这肯定不对了呀 不对了呀 那么关于我们的17呢 就是1的17 乘以16 这是我们的8 7 8 56 5 136 这也不对了呀 然后18 乘以17 除以2 这就是 7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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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这是谁来呀 不就行了吗 你把4个选项 一个一个 去算一遍 不就可以了吗 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啊 需要你去解方程吗 不需要对不对 对于我们的选择题 对不对 好 选择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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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呀 OK 好 第三题 你正在组织项目沟通渠条会 参加会议的人数为12人 沟通渠道为多少条 好 这个题目呢 看我做呀 看我做 好吗 你正在组织这个会议 然后参加会的人数为12人 那么总共有几个人呢 你是一个人 参加会的人有10个人 等于13人 好 因此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 13乘以13减1 等于几呢 这应该是12除以2等于6等于78条 我们这个答案呢 幸好没有78这个选项啊 如果有78这个选项的话呢 还不好选 好 这个题目哪里错了呢 这个题目是我不会算吗 并不是我不会算 这个公式我很熟呢 是不是啊 公式就是 二分之一的n 乘以n减1 公式我很熟呢呀 好 那个题目是哪里的问题呢 就是n等于几呀 有问题 n等于几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个题目啊 你正在组织会议 参加会的人数为12人 这个12人 到底有没有包含你呀 有没有包含你 是不是啊 好 假设我们用12来算的话呀 就是二分之一的 12乘以12减1 这里是11 这里是6 就是等于66条 答案就是a 就有我们的答案了 因此我们怀疑呀 这个题目 我们总的人数 就是10个人 这个10个人 是包含了你的 懂了没有 好 然后呢 对于这个题目 你说难吗 原理很简单 原理很简单 就是二分之一的n乘以n减一的公式 难在哪里 难在n等于几 你们 可能会搞错 是不是啊 我实话告诉一下 你们 这个题目 我 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 做错了呀 我做的答案就是78 没有答案 好吗 懂得没有 好 那么其实 对于我们后面的呀 我们后面呢 还会讲到我们 成本 我们的呀什么政治分析 预测技术 其实我们政治分析 预测技术 我们讲过的 公式很简单 是不是啊 不就是 CV等于EV减去AC SV等于什么EV减去PV CPI等于什么 SPI等于什么 就是除法 还有什么加法 还有 反正呢 就是基本的 加减乘除 你说公式多 你记不住 对不对 你做20个题目 30个题目 这些公式你肯定记住了 加减乘除 你也肯定会算 按道理来说 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对 但是很多时候 题目会很难 怎么难的呢 我题目的说法呀 很有奇异 很有 很呢 很有奇异 很有 很有模糊性 很有隐蔽性 很有什么什么 来故意告诉你 它是EV 它是AC 它是PV 好吗 等了没有 简单问题 复杂化了 把我们的呀 这个呢 参数不直接告诉你 我需要通过一些 隐含的信息来告诉你 很多题目出的 说实话 很有奇异 是不是 好 行吧 这就是我们难点所在呀 难点所在 好吗 我们呢 我们呢 往好的方向想 往好的方向说呀 我既然在吃这口饭 我就不能去 不能去说一些别的话 我就只能说 这就是我们的 魅力所在呀 好这个时候肯定 你们考生会骂我呢 鬼的魅力 烦死脑子呢 就是不会做 不宜坑我们 是不是 但是我必须要给你们说 是我们的魅力所在 对不对 好 现在呀 现在不扯圆了 到时候呢 是不是 就说 题目本身很简单 但是 是不是 原理呀 原理很简单 但是呢 通过一些别的描述 就可能感觉有奇异了 不是很容易 对不对 现在关于我们这一块呀 我们就到这里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五块呀 关于我们的三点估算 PERT 我们的计划评审 计划评审 计划评审 好 其实呢 关于啊 关于呢 我们的 今天讲的呀 今天讲的这么五块 今天我们只讲五块呀 五个小块 这五块计算题呢 一般来说 是考到选择题的 一般来说 是考选择题 这是什么 PERT 是曾经考过 案例题的 说实话 我们还希望你考案例题 又是送分的吗 希望你考是不是 不是啊 然后 一额某微呢 好像是高级 考过一次案例分析题 说实话 我们也是 希望你考 是送分的 是不是啊 行了呀 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五块呀 小的呀 就算题 反正很简单 反正你都需要会 一般来说 只考选择 如果考案例 考案例 我们很开心 很希望考案例 对不对 现在 来 关于我们的三点估算 PERT 计划评审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东西啊 它既可以用于我们的进度啊 也可以用于我们的成本 还可以用于我们的风险啊 这个呢 用处很大的呀 好不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呀 有四个最基本的名词 我们有悲观 我们有乐观 我们有最可能 好 那么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有一个什么呀 最大的值 一个最小的值 一个中间值 好吗 为什么我现在不敢给你们讲什么 悲观乐观 最可能的呢 我们需要说大中小呢 因为我们曾经 一次中级 一次高级 考的 让我们感觉很抑郁了 好吗 我们的悲观值 比乐观值还要小一些 就导致很多学员 还在有什么想法呀 为了消除你们的想法 你就认为 反正一个最大的 一个最小的 一个中间的 不就行了吗 好不好 好 当然了严格的说呀 应该是悲观乐观和最可能 好 那么我们呢 这三个值啊 悲观乐观最可能 就是我们大中小 一般来说 题目会告诉我们 然后呢 还有另外呀 有个期望值 这个期望值呢 就是需要我们能够 去算的呀 去算的 好吗 通过计算来得到的呀 好 那么既然它既可以用于我们的什么 进度 也可用于我们的成本 那么这个什么 悲观乐观最可能 就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钱 是不是啊 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钱 好 好说 行 那么我们在这里呀 我们有两个公式 必须要死 记住啊 听好呢 公式死记住 我们的期望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六分之一的最大的加上最小的加上四倍的中间的 好吗 这个公式啊 给我死记住 期望值等于六分之一的悲观加上乐观加上四倍的最可能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啊 我们的 标准差呀 标准差 标准差 等于六分之一的悲观 减去乐观 好吗 或者是说六分之一的大点小的呀 好 总之 这么两个公式 必须会呀 牧师必须会 第1个呀 我们的期望值 等于六分之一的 悲观 加上乐观 加上四倍的最可能 第2个值 标准差 等于六分之一的 悲观 减去乐观 这是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会的 好吗 好 OK 然后 我们还需要看到 这么一个图 这么一个图呢 我们也是 必须要能够会的呀 好 这个图呢 呃 我们呢 这里呀 是我们的 中间线 请注意 这个呀 是我们的中间线 但是 这个中间线的呀 这个地方啊 这个坐标 是不是0呢 请注意 这个值啊 它不是0 不是0 它不是0 听好了 不是0 是什么值呢 是我们的期望值 假设我们算的期望值 是10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10 假设算的期望值是15的话 这个值 就是15 好吗 好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下 好 然后 来这样子吧 我来假设吧 假设呀 来 假设呀 假设 来 假设呀 我们的期望值啊 等于15吧 来 假设期望值等于15 假设我们的 标准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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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呀 标准差 标准差 等于3 等于3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15 那么我们 这是啊 一个 标准差 就是15 加上一个 3 这就是 是18 那么这里呢 是15啊 减去一个标准差 就是15 减去3 等于几呢 等于12 等于12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呀 有一个呀 结论 一个结论 你不要管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你给我死记住就行了 好吗 给我死记住就行了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 在12 到18 这个区间能够顺利完成的概率 是多少呢 是68 68 这个12 可以指我们的工期是12天 18 可以指工期是18天 就是在工期 12 到18天 之间 能够 顺利完成的概率是68 我们也可以指钱 是我们项目在12万 到18万之间 能够 顺利完成的概率是 68 总之 总之 因为我们这个15 减去一个标准差是12 加上一个标准差是18 这个区间 就是68%的概率 你不要管为什么 你给我把他死记住就行了 好吗 OK呀 OK 那么 我们现在呀 来减去 两倍的标准差 就是15 减去 6 乘以3 减去一个3 再减一个3 是几呢 就是9 那么这里呀 是加上两个的 就是15 加一个3 再加一个3 等于几呢 等于21 好 那么呀 我们这个项目 在9 到21 这个期间 这个期间 我们能够 顺利的 完成的概率是多少呢 你也不要管为什么 给我死记住 就是95% 就可以了 95% 好吗 好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 减一个标准差 就是我们的6 再往后面加一个标准差 就是24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 在6 到24 之间 能够 顺利 完成的 概率是多少呢 就是99 99 68 95 99% 这么三个数值 我们是必须要记住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总的概率啊 总的概率呢 肯定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呀 没问题 好 然后啊 这是我们的 中间线浪 是我们的 对阵轴啊 对阵轴 因此呢 这一般的呀 这一半的 多少啊 50 那么这一半多少啊 也应该是 50 对不对 好 OK 我来问个问题啊 请问 这一块是多少 你们知道吗 刚才我们说 这一块 到这一块 是 68 那么既然是对称的 那么这一块 就是 34 同样的 这里也是 34 呗 是不是 好 还有啊 我们从这里 到我们的这里 是 95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这一块 是多少呢 你知道吗 多少 你知道吗 能不能知道 你看着 你看着 从这里到这里是 95% 这里是 68% 95% 减去 68% 就是这一块 加上这一块的 除以 2 就是这一块的那呗 当然 这一块也是 的呗 那么当然 我相信 你们这一块 也可以求出来 这一块 也可以求出来 是不是 这一块 也可以求出来 这一块 也可以求出来 你们看 是不是 思考一下 是不是 好行 来 这样子 我们先讲这么多 来 通过题目 给你们做升华 来 做题目 做升华 好来 第一题 过去几年 小李完成了大量网卡 驱动模块的开发 最快6天完成 最慢36天完成 平均21天完成 如今小李新开发一个 网卡驱动模块 在21天到26天内 完成的概率是多少呢 好 你看到啊 你看到什么 最快呀 最慢啦 最可能啦 你不管题目再怎么问 反正你先呢 就去算吧 好吗 看到啊 这么几个数值 那么因此 那期望值啊 期望值等于多少呢 等于六分之一的悲观加乐观 36加上6加上4乘以21 这个公式必须要记住啊 好 这里是42 这里是84 这一加等于126 126除以6等于21 好 刚好我们的这个期望值啊 等于21 好 然后我们还需要算我们的标准差 等于多少啊 等于六分之一的最大的 你最小的呀 就是悲观 减去乐观 36 减去6 等于几呀 等于5 好 就是说呀 我们的期望值 16 11 我们的标准差 等于5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能够自己啊 把这个图呢 要能够画出来的呀 能够自己把这个图画出来的 好 我画的很丑 但是呢 你们必须要相信啊 必须要认可 这是呀 是我们的对称的呀 虽然我画的比较丑 不对称 但是你们必须要明白 对称的 我画的确实好丑 我画的手歪的是不是 手歪的呀 我这画不正吗 我画不正 还是也要歪 好呢 这里就是21啊 这里是21 当然是21对不对 好 21啊 刚才算了呀 期望值是21 要等差15啊 好来 21减去5 等于16 21加上5 等于26 好 咦 他问你啊 21天到26天 不就是这一块的面积吗 不就是16到26的一半吗 16到26是多少啊 正负一个标准差呀 是吧 你看着 你看着 正负这 正负一个标准差是68%呀 是吧 正负一个标准差68% 正负两个标准差95% 还有99% 是不是啊 好 我们这个题目呢 刚好是正负一个标准差的一半 一半 一半就是多少啊 34就可以了 好吗 就是34% 你没有必要记 68.3% 你也没有必要记 34.1% 反正就是68% 就可以了 懂了没有 你相信 你必须要相信我呀 一个是一个有水平的初题老师 他肯定不会说 他肯定不会说 B 34.1% C 34% D 33.9% 如果一个老师这么出的话 我就说 去 T 去 去 N 认识 D 懂了没有 我们老师肯定不会这样出题 懂了没有 但凡一个有水平的老师 都不会这样出的 当然 或许呢 你们不是有人喜欢做模拟梯吗 对不对 你们不是有人喜欢做模拟梯吗 不排除有一些 摩拟梯啊 会这样出 好吗 但是我说过的 我是很烦你们做模拟梯的 因为模拟梯 不只是阿猫出的 还是阿狗出的呀 好不好呢 反正就是说 你记住68% 34% 就可以了 就是B了 懂了没有 好不好 好心了呀 懂我意思吧 好 来 那些会来没有啊 你看这 我要再来结合这个图啊 给你们说一下 刚才我们算的呀 刚才算的 我们的期望值 等于几样 等于21 因此这里啊 就是21 然后刚才算的呀 我们的标准差等于5 是不是啊 好 21加上5等于26 21减去5等于16 好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减两个 减三个呢 因为这个题目啊 他要我们求什么呀 求的是21天到26天 就没有必要再去减两个了 减三个呢 这个呀 区间已经了 明白了 就是这一块的面积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一块呢 和这一块呢 是一半的关系 因此就是34%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好 OK 那么 盈辉苏雅老师啊 盈辉苏雅老师啊 我们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 他有没有可能说 要你算 26天到27天的概率呢 他不是这么一个点呢 他不是这个 你看这 来 你看这 你看这 这里是21 这里是16 这里是11 这里是应该是6 是不是啊 这里是31 这里是36 好 他有没有可能 不是这么几个点的坐标呢 可能是22到27 或是23到28呢 好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发现我们的考题 上面问的这个区间 不是你画的这个图的区间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百分之1的 百分之0.1的情况 是我们的题目出错呢 百分之99.9的情况 是你自己算错呢 我这样解释 你们应该明白了 是不是的 好 行了呀 肯定都会是这么几个点的 坐标的 好不好 好 行了 这个题目应该会了呀 好 看第二题 第二题 完成某信息系统继承项目中的 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单元 A所需的时间 乐观估计是8天 悲观估计是38天 最可能是20天 按照PERT方法进行估算 则项目的工期应该为多少天 很简单 就是六分之1的38加上8加上4乘以20 好 多少呢 这是46加上80等于126 126除以6等于21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标准差呀 标准差 六分之1的38 减去8 仍然等于5啊 好 他说 在26天以后的概率多少呢 好 来 你看那 26天以后 来 我们呢 看这个图 开始这个图啊 来 刚才我们一算了 仍然这里是21 这里是26 对不对 他需要我们算什么呀 他需要算26天以后的概率 是不是 26天以后的概率啊 多少呢 怎么求呢 对不对 好 来 看我求啊 我们说 这一块是多少啊 是50% 是不是的 对称的呀 50% 这一块多少啊 34% 对不对呀 他是他的一半啊 他和他一起 68呀 因此这一块34 和这一整块是50% 那么因此呢 多少啊 就是50% 减去34% 等于16% 16% 是不是啊 好 行的 当然就是16%啊 就是我们的币啊 15.9 用来没有 好 行的呀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你们下去之后啊 可以去摸索一下 请问 这一块的面积 可以是不是可以求处呢 这一块可以求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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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的 这一块可以求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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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也可以求处呢 对不对 21天完成的可能性最大 公司下达的计划是18天完成 要使计划完成的概率达到50% 在计划中需要增加几天应急时间 我们说过了 看到什么最大最慢什么什么的 没有必要多想 不管他问什么呀 先去算我们的期望时间 等于六分之一的 12加上36加上4乘以21 对不对 这等于我们的几呀 48 下面是84 除以6 132除以6 等于22天 那么我们的期望值 等于22天 期望值是22天 那么他说 要我们的概率达到50% 什么是50% 我们讲过了呀 这是我们对称的呀 对称的 这个中间 22天 还是50% 就是说 项目 22天以内完成的概率 才是50% 对不对 或者说 来听我说呀 听我说 前面的 这表明什么意思 0 到22天 就是说 22天以内 能够 顺利完成的概率是50% 好 那么这一块的面积50%怎么说呢 我们项目 在22天以后 才可以完成的概率是多少 50% 好吗 我21天完成都不算 必须是要花 超过22天 才算 好吗 22天以后 或者说 多于22天 才可以 完成的概率 50% 是不是 这一块是这么个意思 好吗 好了 他现在要说呀 要使计划完成的概率是50% 我们目前呢 只有18天 只有18天 多少天是50% 20个天才是50% 对不对 20个天 20个天才是50% 而目前呢 你只有18天 行不行 不够 那么办呢 要加 我们的印记时间 加几天呢 加4天呗 是不是 就是22 10日减去18 等于4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好 OK呀 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先 到这里讲了呀 好 来 看这里 看这里呀 来 特别注意呀 从本节课 到刚才 到现在 讲的这么这么这么多 是我们中级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和 高级 低系统项目管理师 都需要汇的一个内容 都需要汇的呀 好吗 从本节课的最开始 到我们现在的内容 全部是 中级高级都必须汇的呀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补充一个考点 这个考这个考点呢 我们高级的考过 我们中级的没有考过 那么如果你们中级的想听的话 可以听一下 如果不想听的话 现在你们就可以下课了呀 下课了 好吗 好 行 来看 其实啊 其实我们这个 PERT 它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我们的三角分布 一种呢 是我们的 β分布 是我们的 β分布 好吗 我们一般来说呀 默认的 都是我们的 β分布 刚才我们讲的呢 也是我们的 β分布 有了没有 注意啊 严格的说 分为两种的 三角和β 如果题目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 我们都是β 刚才我们讲的也是β 好吗 好 但是假设呀 我们提摩它说了呀 它强调了呀 我们的三角分布 那么就是三角分布啊 好吗 我们2021年的11月 我们的高级 是考过了一次 三角分布的 那么这个三角分布 我们 什么公式呢 我们的期望值啊 就等于三分之一的 最大加最小加中间的 就是乐观加悲观加最可能的 好吗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求平均值 这么个算法 三分之一的 对不对 好 行的 这个地方应该明白了是不是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啊 你们就更加明白了 某项目估算 最乐观成本是105万元 利用三点估算法 按照三角分布 最大特的值是94万元 按照β分布 最大特的值是94.5万元 则最悲观成本是多少万元 你看这 我们讲过的 如果题目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 都是β分布 就是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东西 如果说题目说呢 明确的说呢 三角分布 则用三角分布 好吗 好 这个题目 好难 这个题目难不难呢 这个题目啊 和我们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是不是 他要你求我们的悲观 他不是把悲观告诉你 要你求悲观 是不是 好来 看我们怎么求啊 好来 关于我们的三角分布啊 三角分布 我们的期望值94啊 94等于什么呢 等于三分之一的 乐观 是105啊 乐观是105 加上我们的 这一个呀 最可能 最可能 加上我们的悲观 对不对 好 请问是不是的 来 三角分布 我们的公式就是 三分之一的 最大的 加最小的 加中间的 可能的 对不对 好一个 新的 按照我们的 北塔呢 我们的期望值啊 是 94.5啊 94.5 等于 六分之一的 六分之一的 乐观是 105 加上我们的 最可能 最可能呢 是要我们的 最可能啊 四倍的 最可能 加上我们的悲观 悲观 是不是 来 你看 现在什么呀 两个 方程 两个 未知数 一个是 最可能 是个 未知数 一个是悲观 是一个 不对啊 这是悲啊 这是悲啊 这是悲观 悲观 你看这 两个 未知数 两个方程 会不会求啊 会求 应该会求 应该是 这是 二元 一次的 方程 应该会 对不对 应该会啊 好 来 好 你们去解一下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来 这样子吧 没有看 没看懂 是不是 来 没看 我来再给你们 给你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来 现在呀 我们按照三角分布 三角分布 我们什么公司啊 就是三分之一的悲观 加上我们的乐观呢 是105 加上我们的可能 是不是 是这么一个期望值 等于多少呢 要等于94 是不是 我这样反过来写 你们明白了吧 然后对于我们的 我们的 beta分布 就是六分之一的 悲观 加上 四倍的 最可能 加上乐观 等于105 等于94.5 好吗 好 我这样反过来写 明白吧 好 然后两个 位置数 两个方程 肯定可以求出来 好吗 不需要我给你们算一遍吧 应该不需要对不对 就比如说 把这个 这里乘以 不 你看这 把这里啊 乘以3 把这里乘以3 把这里乘以6 把这里乘以6 然后呢 就可以变为 悲观加105 加最可能 等于一个值呢 然后悲观加四倍的最可能 加105 等于一个值呢 然后把下面的减去上面的 就可以把悲观这个 这个呀 位置数把它削掉呢 就是3倍的最可能的 然后什么什么 相信会解是不是 好 行了呀 我就不解了呀 但是你们发现了 会发现什么呢 最后啊 你看这四个选项啊 四个选项 到底是选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 我没解了呀 你会发现了 他们都小于105啊 你看这 按道理呢 你竟然是乐观成本 乐观我很开心 我很爽 要花105万 我的悲观应该大于105万 是不是啊 但是 看到没有啊 好吧 好 你看那 那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说 这样 刚才为什么说 这样 或许叫做 大 六分之大 大点小 更加好一些了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 我们以前有题目啊 这样出现过的 很多考生有疑惑 什么 悲观还小云在观呢呀 对不对 是的呀 好 现在来 这样子吧 嗯 我们呢 当然呢 当然呢 关于我们这个高级的这个三点分 这个啊 关于高级的三角分布呢 你最好会 其实啊 很简单 是不是啊 那么关于那么这个时候啊 永生老师啊 三角分布 我们的标准差怎么求呢 好像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没有讲啊 没有讲啊 好吗 你不用管了 就不用管了 好不好 就把我们三角分布的那个求期望值 那个公式会就行 好不好 好 现在吧 那么关于呢 我们呢 本讲啊 本讲课 我们讲的这么集 五种啊 五种小的呀 计算题 是不是啊 可以说很简单 很简单 好吗 希望大家如果说没有会的话 把我们讲的 都去消化一下 哎 再去多做些题目 应该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好不好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的进度 讲我们的成本 就会稍微的难一些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发紧学习 好吗 好 OK 我们呢 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 再见 再见